容老师 这个陈皮肌已经做好了 看着就很有食欲 对吧 但是您还得给大家讲一讲啊 它能养胃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养胃啊 对 说到这养胃啊 要先看看自己的胃口是什么情况 是属于哪一种 这个胃不好呢 分为胃寒和胃热 那如果这位朋友 您是胃寒的类型 容易胃疼 而且呢是洗温洗暗 一疼就摁着 而且大便呢还会堂屑 那么我们说这鸡肉呢 它是性热 能够补中益气 那搭配上礼器健脾的陈皮 那么胃寒的朋友 吃这一道陈皮肌 那是再好不过了 老师 那您说要是胃热的类型呢 这该怎么办 那就调整为鸭腿 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 这鸡肉鸭肉所含有的蛋白质脂肪 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都是差不离的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上 它们俩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一个是水里的水禽偏凉性 一个呢是汉禽偏热性 如果是胃火旺的朋友 你就把鸡腿换成鸭腿 这就可以了 你看什么是高人 这就是高人 同样一道菜 稍作调整 就能达到两种不同的功效 给两种不同的人群来服用 这个胃热的人呢 他会反酸 中医讲嘈杂 咕噜咕噜的 而且这样的人容易烦躁 大便干燥 舌质发红 那舌头是红的 口干舌苦 多数都是肝火引起的胃火旺 导致什么呢 导致淤热 这个症状中医叫肝火范胃 中医讲 见肝之病 知肝传脾 当先食脾 这个肝热 就会引起脾胃病 所以说调理上 必须两边一起调 本草纲目里有记载 说这个鸭肉 煮大补虚劳 醉消毒热 力小便出水中 消胀满力五脏 退窗肿 定精险 它正好符合 胃火旺的人 所以在这儿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做这个尘皮鸡 或者是尘皮鸭呢 其实呢 完全做法是一样的 您只要把鸡腿 换成鸭腿就行了 具体的制作过程呢 若大家是没有记住 或者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需要这道菜 大家就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您呢 语音或者是文字输入 尘皮鸡 就能拿到这道菜的具体做法 请不吝点赞 自己的小刀 我试试